台南雪甲心態工錢 莫彩晚會很熱鬧 民眾開心吃晚宴 突然間雷聲大作 晚間七點多 瞬間大雷雨 不僅電子花車上的表演 被迫暫停 民眾更是瞬間不見人影 全衝進廟裡躲雨去了 二、三十八堂 走到不快 都走到美 都在京台宮裡面 強正風吹跑人群 也把椅子吹翻了 還好一二十分鐘後雨停了 慈福里的晚會恢復 民眾繼續吃起流水席等摸彩 說是難得的經驗 氣象署在清晨五點多 針對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縣市 發布大雷雨及時訊息 水利署資訊也把台南市的 官田散化列為二級淹水警戒 年假的後兩天 比較有明顯的降雨 降雨機率 那外出的民眾 或是掃墓的民眾 要記得攜帶雨具備用 那溪水暴漲的部分 也請盡量不要往山區去移動 二號三號兩天 南臺灣氣象趨於穩定 氣象中心遇請民眾 清明廉價的後兩天 要留意天氣電話 TVBS新聞顧守昌 探探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點鐘 閒